挖掘新聞內幕 挖苦新聞內幕 我是鄭鴻儀 歡迎收看今天新聞 挖挖挖 好來 我們今天邀請到的來賓 那麼第一位是媒體人許勝梅 大家好 以及藝人夏以薇 哈囉 大家好 我是以薇 好 這個佩服以薇 確實現在算冬天 今天有寒流 今天有寒流 早上只有九度 就這樣來了 那攝影棚裡面其實還蠻冷的 冷不冷 很冷啊 冰啊 對 身體真好 好 另外呢 邀請到的是命理老師 廖美蘭 廖老師 鄭大哥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以及律師蘇嘉宏 蘇律師 宏英大哥好 大家好 好 那麼我們今天主題是 這樣也能夠嗎 這個我們今天講的是有些事情 人 我們這個社會上就有禁忌 譬如說 什麼話不能說 去坐飛機 空姐不是要點餐嗎 Coffee Tea or me YES 點餐的時候就問你 你要吃牛肉 還是要吃雞肉 你不能講 我要醉雞 你知道嗎 我們去餐廳不是有醉雞嗎 對對對 那個大忌 去 去便宜 拜拜 不能拜翁雞 知道嗎 醫院也不行 醫院不行 不行 對啊 醫院拜鳳梨就表示醫院生意要很好 對對對 對不對 我也只有忠元樸都不能拜鳳梨而已 對不對 我還有很多 在送禮的時候 不能送人家十鐘 尤其生日的時候 我就有一個朋友 那個 那個 那個鐘是很漂亮 可是兩個人就因為生日禮物 因為送禮也是個學問 他送了一個歐洲的鐘 真的我們看到那個鐘是超級漂亮 而且很貴 可是壽星就馬上翻臉 翻臉 馬上翻臉 臉色全變 對 兩個就絕交 真的 因為有的人很忌諱 很忌諱 送了鐘 對不對 那還有什麼呢 話也不能亂講 對 去到門拜 看到有的門拜有那個相片 對不對 有些很漂亮 跟醫院一樣 這個這麼漂亮 沒菜 厲害了 厲害了 對不對 還有不要錄完影 我先走囉 你安心的走吧 這那個 真的 這個要注意 像我的員工 每次要下班就說 老師我先走了 我說你幹嘛這樣說 你說你先下班 對 要說你先走了 對 那如果講你安心的走吧 這樣 也可以說你放心 你放心 你先走 你放心的離開 那所以我們今天要來談的是這個禁忌 因為禁忌 如果你觸犯了 有些人很在乎 那這樣會告 首先我們要請盛美來講一下 有一個舅媽就告了自己的外甥 殺人啊 為什麼 很嚴重 為什麼呢 真的出人命 這是中國有個年輕人 他叫劉冰 他是在大年初二的時候 一定會走親戚 親戚會來拜年 什麼的 那他的舅舅看到他 就跟他講說劉冰啊 你那麼頭髮這麼邋遢 你怎麼沒去剪一下 整理一下 那這個年輕人不喜歡人家念他 那既然舅舅都念了 大年初二 他就想說好吧 他下午就跑去理頭髮 他就把頭髮理了 理了之後呢 晚上 他就接到他的舅舅 因為喝了酒 騎車出去 結果出車禍 他的舅舅當場死亡 大年初二 然後呢 這個舅媽 就對這個外甥提告 是真的提告 說他殺人 是真的 上了中國的法院 不過法官駁回 可是大家要問說 舅媽為什麼要告他 對啊 好 是這樣 我們剛剛提到禁忌 每個地區也有 或每個民族也有 那在中國呢 有一個說法是 正月離法死舊舊 就是你如果在大過年的時候去 的確在台灣也有這種 就是大過年的時候不要理頭髮 或是有一些這種說法 那在這個地方更嚴重是說 正月離法舊舊會死掉 那舅媽認為說 你就是造成你舊舊死亡的原因 所以就把他告上了法庭 不過各位也知道嘛 最後法官是把他駁回 但駁回的理由 法官講了一句話 他說的確有這樣的一個說法 正月離法死舊舊 可是死舊舊 其實是來自於一個諧音 叫思舊 思念的思舊時代的舊 他說這跟所謂的什麼迷信 其實沒有關係 但是的確有這樣的說法是 正月的時候不要去理法 但我小小講一下 為什麼叫正月離法死舊舊 是因為滿清在入關的時候 不是要求漢人要替法 很多漢人是不願意替嘛 因為替法還綁一個弄一個辮子 所以當時就說不願意替 那不願意替法的人叫思舊 就思舊朝代 所以思舊思舊思舊 講久了是不是 死舊思舊 類似假 那所以你用這個理由去告這個 蘇律師這邊有個案例 是太太的先生過世 那怎麼 發生什麼事情 他們家是有三代 那他的這個公公婆婆 因為這是個媳婦發生的事情 他公公婆婆 已經過世安葬在一個地方 那結果他的先生也過世 安葬在那個地方 結果沒想到 因為下大雨 下大水淹水 淹水的時候 那個地方牧就是 就是他們是土葬嘛 就泡在水裡面 所以那個媳婦就覺得說 那個我的先生跟我的公婆 都在這裡面 都淹水了 在風俗上 那個如果泡到水的話 好像會對後代不好 就是不管是生命 人生會活得不久啦 或是健康出問題啦 甚至說還有可能出意外 或是後代會有什麼沒辦法 怎麼樣怎麼樣 假如會有很多事情 他就很擔心 他想怎麼辦呢 他只有想到一個方法 為了避免這個 他就自己 他兒子 他自己把這個木網 全部簽帳到另外 比較乾的地方去 但是他的兒子都不出錢 很奇怪兒子都不出錢 他說這是你爸爸 還有你阿公阿嬤 他說不出錢 那他說 他就已經在提告 跟法院提告說 他要付簽帳費用 那最後法院判決出來說不用 你就說那為什麼不用 那不是因為風水嗎 他說法官員就說 其實雖然是有這樣的風俗習慣 可是並沒有說這個必要性 他並沒有證明出來 所以判決說他們不用付 雖然是這樣 所以有時候風水的東西 還要看法律上是看有沒有必要性 甚至有的案子是 像有人祖孫三代 這個夫妻生一個小孩 那爸爸媽媽其實感情沒有這麼好 那那個時候 這個爸爸這邊 他的祖父過世了 過世的時候他就想說 要去帶我的小孩去 因為總是要去告別事 他要帶去 但結果他想要帶去的時候 媽媽就說不行 因為媽媽說 因為之前曾經帶去 去他的阿嬤的告別事的時候 好像就什麼 小孩子回來就哭鬧不止 刷掉 刷掉 還怎麼樣 他就不可以 因為上次就這樣 還哭 還吐 還怎麼樣 他就不讓他去 那個爸爸說不行 你看這是這是我公 我一定要把他帶去 不行不行 然後結果岳父也出來了 所以其他阿嬤出來 不行不行 他才扭打起來 扭打起來 這麼嚴重 就一定要抱去 那他不行 所以就造成一些受傷 於是提高傷害 提高傷害之後 那就提高了賠償的錢 因為有一些精神賠償 那最後他是法官 判是賠償一點點 他判決理由就這樣寫說 那雖然我們知道女方 是很所以愛惜小孩 為了愛惜小孩說 其實上次刷掉或怎樣怎樣 不去 可是這個東西是一種 人情世故 就是對爸爸來講 他要送他的這個祖父 也就是說他真祖父 那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你要想辦法 你不能說因為有這樣 曾經被刷掉 結果就是法院 你還是要想辦法 所以還是認為說 還是要多賠一點點錢 這樣子 還是要判一點點錢 賠一點點錢 小孩有時候真的會怕 所以說他是說想盡辦法 像以前我們在做 我記得我以前曾經也是 我有當過軍事法 憲兵嘛 要處理車禍 人過世的時候 學長說 你要出去的時候要帶什麼 帶什麼榕樹葉 他說要栽什麼榕樹葉 沒有 我是帶聖軍 我說學長我有帶聖軍 因為我們要幫忙 聖軍帶這個處理 就會說這個保護 比較不會有什麼衝到 那哪些禁忌要小心 我們等一下再請來賓來分享 來 我們先休息一下